眼看那一股无形力量压向自己 唐姐也不动作 只是随手在台子上画了一个圈道 不必多礼 那一股雄魂力量 便如泥牛入海般 消失无踪 虽然这一击以试探为主 但能够如此轻描淡写的化解自己的攻击 也还是让新城主愣了一下 眼中一现警惕之色 与七侠界不同 在七侠界 化神已属于绝对高层 一言九鼎 为一言无双 极少有对手需要他重视 因此 他们对天道 对先路的重视远超过对人 但是在洪荒大陆 化神其实不过是中层 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 还有太多太多实力不属于他们的 甚至强于他们的存在 这强者多了 争斗也就难免多 彼此间相互觊觎 相互防备 乃是常事 正因此 洪荒大陆的化神修者 防备意识极强 他们依然处在人生的争夺阶段 远不像七侠界的化神那般超然物外 当一个实力不下于自己的人 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城市中时 如果是七侠界的化神 会欣喜若狂 为七侠界又出现一位 可与自己对化的强者而高兴 从此人生不再寂寞 并吵着嚷着要来切磋一番 毕竟好手就那么几个 彼此还是有几分惺惺相惜的 但是对于洪荒大陆的化神而言 这可能就是一次吞并行动前的试探 没人知道 是不是又有哪个大势力 对自己动了心思 除非达到周主的级别 否则就算是地先也不敢安心 因此这一刻 一见唐杰显露实力 那新城主首先冒出的念头就是 谁要对付我 脑海中已经一瞬间冒出七八个名字 皆是素日里与自己有怨的 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手中已划出一个半圆 对着唐杰摇摇一按 这一手出来 再不像刚才那样 欲恭于礼 而是堂而皇之的正式出手了 韩礼手 看到这一幕 旁观的那几人一起叫道 显见这一手并非小可 就见那新城主手中 已涌出一条悬兵长蛇 摇头摆尾的咬向唐杰 气尽化灵 唐杰不由低于一生 修炼到他们这一境界 灵气已不再是力量的源头 本身就可千变万化 形成无数奥秘 眼前这新城主更是直接以灵气化作寒离 向自己攻来 唐杰不惊反喜 迎着那寒离一直点去 手中灵气一宁 却是化作一道利剑刺出 用的正是金形之力 这一剑一离撞在一起 迸发出的强烈气劲 再也无法掩饰 就听轰的一下 整个罪书庭都为之炸开 连带着旁观众人 也被那气浪直接先飞 这一次 离城主却未在尝试恢复亭子原貌 而是直飞冲天 沉声道 敢问姓名 唐杰 唐杰随意回答 来而不往飞离也 你也接我一拳 说着对那新城主摇摇击出一拳 那新城主见了低笑一声 抬手又是一记寒离手飞出 只是就在寒离飞出的同时 他掌势一收 那寒离陡然投身双脚 附身四体 竟化作一条冰霜巨龙 画龙拳 是新城主的画龙拳呢 下方众人看到这一幕 同时呼喝出声 一个个兴奋的指指点点 与此同时 观山城头 守护大阵发动 一片光幕洒开 罩住了整座城池 下方众人在大阵守护下全然无惧 反倒有心情对着上方指指点点 不知是何方修者 竟敢与新城主一战 这不找死吗 哼 画龙拳一出 此人必死无疑 一片议论纷纷 眼看那冰霜巨龙呼啸由来 唐杰却只是摇摇头 假货终是假货 恐有其行 气势上却怎极真货之万一呢 他这番话说得并不快 但奇怪的是 直到他的话说完 那龙似乎都没游到他身边 仿佛在他身边 有着难以言喻的空间 认那冰龙如何游异 也难以跨越 看得新城主 也是微微色变 然后就见唐杰 倾抬手指 对着那冰霜巨龙的头部点去 指尖泛出一点光芒 落在那冰龙之上 那冰龙突然咆哮一声 诺大的身躯 竟是消失无踪 只留下漫空冰霜 这一幕 看得众人都傻了 那新城主更是色变 法术被迫不要紧 要紧的是对方两次出手 自己竟没看出对方的来历 他心中暗怒 杀意见起 子府一怒 天地无光 下一刻 这观山城上下整片天地 都已笼罩在一片冰霜之中 既是有守城大阵 那无数居民依然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袭来 就连灵魂都要为之冻江一般 唐杰也感觉到对方似是起了杀心 微饿了一下 他本是见烈欣喜 较量过后就走 不过看起来这哥们有点不惊动 打了两下就来脾气了 已经开始念通天地 这是要玩大节奏啊 唐杰皱了皱眉头道 在下唐杰 途经此地只是路过 他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新城主已是呵呵冷笑起来 怎么 打过之后就想离开嘛 有这么容易 两都出手后 新城主已大致可以判断出 唐杰只是路过之人 不过那又如何呢 如果唐杰是某派势力 派来试探自己的 自己固然要给对方一个狠狠的反击 让对手知道 他心天愁 还没有老 如果不是 自己同样有必要把对方给吞漏 在贯彻热肉强食方面 竞争激烈的洪荒大陆 可比七侠界要直接的多 所以无论是与不是 都不能让这个外来人轻易离开 这里是他的地头 哪怕对方也是化神 依仗地利 最终赢家只会是他 何况他还只是个天尊 只是打败此人 最好的结果是收服唐杰 多一个强力手下 中等结果是杀死唐杰 获得一个化神修者的所有宝物 最差的结果 也不过是让他落跑 充其量多结一个仇家 至于说赢不了对方 心天愁想都没想过 此刻说过之后 他双目一睁 就见无数雪花从天而降 六月飞雪 盛下银庄 随着这漫空雪花飘落 唐杰只觉得自己行动艰难 就连灵气运转速度都慢了下来 甚至于连念头都被冻僵了一般 念动法生 若连念头都被冻住 又如何发生呢 这正是那新天愁的寒冰绝遇神通 这门神通冻结的不仅有肉身 就连神魂都受到影响 使思维反应变慢 连带着整个人都变得迟滞麻木起来 此刻 寒冰绝遇一经展开 那新天愁 一宁笑着伸出一爪 对着唐杰顶心抓下 这一爪探出 便如龙武九天 磅礴不可一世 彼之先前的战斗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高高的天空上 眼看着新天愁递出的这一爪 唐杰心中也有了几分怒气 这是不问好歹就把自己拿下吗 好 好一个霸道蛮横的观山城主 唐杰心中亦是一股怒火上涌 既然城主圣情留客 那唐某也确实不公了 雨声朗朗 话音震天 一字一字吐出口中 却震在心底 正是四九真言 唐杰没有使用真理道的力量 没有用法处言随 尽管如此 这门真言神通 在他用处 依旧带着字字诛心之威 朕的心天愁 竟也是一番心神激荡 出手的动作为止缓了一缓 那一只横空的手爪 也在这真言激荡下弱了几分 迎面而来的是一片赤天烈焰 你既用兵 我便用火 五行火道 唐杰可是相当精通 更何况 他还拥有苍云圣火 和藏神宴这两大至宝 唐杰有心不以炼体力量和地刃 只以自己化神的修为 和对方打一场 看看到底谁强谁弱 因此 一出手便是正宗修家法门 这一门三火神验法 是他修行喜悦派 玄黄真解后掌握的神通 威能一字不俗 在与玲珑先尊对战时用不上 此刻拿来对敌 却正式相移 烈焰燎原 冰霜漫舞 血与火 在这一刻交融碰撞 两股不同的力量 对冲出冲天的激流 一散出的力量 形成一股浩大的冲击波 在天空划过 使晴空万里无云 但是下一刻 蒸腾的水气 弥漫天际 又重新遮蔽了天空 鱼尽不绝落在下方城池上 便撞出一片绚丽的采光 看得人尽亥然 这便是化神修者对战的威力 到了这一步的修者 举手投足 挥手逐海 当年血族猛士拿山 以利扛山 便视若天神 在化神眼中 就好像一个诱饵 在自己面前 奋力扛起十几斤重的米袋子 招摇显摆 只引来成人的哈哈大笑 唐杰与那新天仇这两人 都是化神修者 念动法身下 只是瞬间便打了数百个回合 新天仇固然是数法百变 层出不穷 唐杰也是手段繁多 花样品出 他所学本来就颇杂 除了喜悦派和兵主所传外 还从武神教 姬瑶仙 天火塔 青云界 朱雀等各处 得了不少的好处 以前没机会发挥出来 在备战玲珑 学习玄黄真解后 却渐渐融会贯通 只不过 这种融会贯通 带来的实力提升 是常规层面的 在终极层面体现不大 因此 在与玲珑的战斗中 作用一般 但在这一刻 却发挥出积极的意义 此刻举手投足间 唐杰用出的珠般术法 看得新天愁也是心惊 只觉得此人手段百出 实力颇强 想要胜他 即使不易 唐杰却是越战越有感觉 他自历次大战以来 少有用普通招数 和别人打得如此酣畅的时候 以往对敌 不是拼死一战 就是直接碾压 像这样势军力敌的对手 当针少见 打起来也分外过眼 此刻打得兴起初 喊了一声处 手中多出一把剑 正是原扬针 此物乃玲珑先尊战败后 输给他的一剑神针 也是唐杰手中 除了山河设计图外 最好的一剑神针 位列上品上等 堪称至宝 虽然说 唐杰手里道兵众多 但以他现在的境界 正好用的 其实就是这根原扬针 此物 乃玲珑先尊 花费数百年时间 走遍天下 搜集数十种稀有金属 炼化而成 威能无穷 不考虑大道之力 仅凭自身威能 不弱于任何道兵之下 甚至更有圣之 以前唐杰有地刃 而不重视此物 今天决定不用地刃 而以常规战力 赶翻这城主 便将此物拿了出来 此刻 原扬刃化作一柄宝 剑落于手中 盛放出烈日光滑 在这炎炎烈日光芒下 新天愁 制造的寒冰绝语 已如江河解冻般 冰消雪荣 唐杰的三火神宴 已趁势攻去 此物寄命原扬 自然是一件 火属性的宝物 与唐杰的三火神宴 正好配套 新天愁 却是不经反喜 看着原扬针的眼神 已露出贪婪的光芒 心道 此人身上果然有好宝贝 此物观其气势 至少也是一件中品神针 若杀了他 此宝便归我了 心中动念 杀心更起 再不留守 已寄出一物 却是一颗雪白的珠子 那珠子府一出现 便在空中 转动出无数血色光滑 与那原扬针的 烈日之光 撞在一处 竟是再次对冲 甚至有反压的趋势 新天愁 本就是修炼冰雪之力的修者 所拥有的宝物 也是以此为主 但唐杰却不是以火为主的修者 原扬针也只是火属性 却不代表只能遇火而战 此刻眼见自己的火势被冰封 唐杰也不在意 哈哈长笑着 对着新天愁 刺出一剑 这一剑刺出 新天愁立刻感觉到 这看似简单的一剑 竟带着物与伦比的威势 自己竟有种无法抵挡的感觉 心中悍然 心念电转之下 已是在身前 布下层层麻麻 也不知多少的冰盾冰甲 念动法声的优势 在这一刻被他发挥到极致 新天愁硬是用数量堆积出一个 不可穿透的兼臂防御 与此同时 原扬针划成的长剑 也落在新天愁布下的冰盾冰甲上 伴随着一点红光刺入 就见冰盾炸裂冰甲崩碎 原扬针一路长驱直入 那冰盾冰甲便砰砰破开 新天愁最终也没能阻住这一剑 被原扬针一剑穿胸而过 新天愁痛呼出声 急忙后退 同时那天空雪珠也放出更强烈的冰霜 激动唐杰 延缓唐杰的步骤 使得唐杰的速度慢了慢 新天愁已是脱身退开 再看身上 已多出了一个燃烧着的火焰的大窟窿 这一剑若换成寻常修者 早死透了 于化身修者而言 却只是小伤 虽是小伤 却也颇为麻烦 积少成多下 必已成大患 但是新天愁看了 却只轻横一声 哼 有些手段 随手一抹 那伤口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带火焰都不见了 新天愁就像全没受过伤一般 好端端的站在那 这一幕 看得唐杰目瞪口呆 要说新天愁是练体强人 以刚才的意见看 他的防御绝对没有体修那般强悍 而且体修的恢复能力只比常人快 其恢复依然有个过程 断不像他刚才那样 连过程都没有直接恢复 要说是生命之道 那也有个生命补充的过程 虽说比体修快点 管不会像这般全无痕迹 时间之道 唐杰的脑海中闪过一线亮光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就是你的道法吗 运用时间倒立的力量 让任何存在都可以回到指定时间前的状态 新天愁哈哈大笑 呵呵呵如何 我这素本归原道不错吧 同样是素本归原 道与法却有着天壤之别 法者有形之术 要想素本归原 就需制定物体 回归其本 作用于死物 且微能有限 时间之道却是无形之法 道在天地 讲的就是一个不讲理 我说能成便能成 素本归原道法之下 万物计时 皆可回波 只要新天愁愿意 这天地间每一件物品的时间 它都可倒流 如此手笔 就算在入道之中 也是极为上乘 正是凭着素本归原的手段 新天愁才能稳坐着观山城主之位 任你风吹雨打 微然不动 只待将来晋升出窍后 便可正式冲击大业府尊之位 平地再生一步 不过 时间之道虽然厉害 也同样有其限制 拨弄得时钟越多 消耗的道力也就越大 正因此 类似时间暂停这类道法 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某种意义上 那相当于暂停整个 星罗大千界的时间 我会购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